金融市长牛耳昌与妇人吴秋英及秘书长黄俊逸 观望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等人身心专注的观赏 荧幕上演的是荣获今年金马奖最佳导演及最佳女配角的哈勇佳 牛耳昌特别包场观赏希望力挺台湾电影 除了他在金马奖有得到六项的一个提名 然后有两项的一个得奖 特别是包括我们的陈杰瑶这个导演 也是第一位得到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女性导演 所以非常的佩服 然后另外是这个影片也非常的有深刻的一个意义 在描写我们原住民的家庭的许多的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很多的一个启发 受邀请来的金融市议员陈明健也期盼 透过电影让外界更为了解及关注原住民议题 这部电影里面也呈现在隔代的一些 活动的问题还有选举方面的一些问题 甚至于对于家庭的一些问题 如何在我们原住民的社会生活里面 能够形成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能够探讨出来的话 这是我们将来所要深思的 牛耳昌分享今年曾带家福孩子看子棒 其中就有一群与电影主角一样 都是来自南山部落的小球员 显现基隆与南山部落间的情谊 也向原住民同胞致意 有一群的家福的孩子 其实他们正是这个南山部落的孩子 然后来到我们基隆市来就读 然后现在在练习棒球 所以我觉得虽然基隆跟南山部落距离有点远 不过有这一分情感的一个连结 所以今天我特别举办今天包场的一个电影的活动 一来是支持国片 那二来是也给这些南山部落的孩子们 给他们加油打气 哈勇家描述泰雅族部落三代同堂 在生活上发生的各种喜怒哀乐 共获得金马奖六项提名 导演陈杰瑶获得最佳导演 饰演哈勇家女主人 年逾七旬的素人演员林詹珍珠 则获得最佳女配角 记者张祈腾基隆报道